最重要的是它其实是很好的在传达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吃穿用度上面 《甄嬛传》都非常惊得起观众的 拿着放大镜去进行一些考量和探索 在吃的方面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 就是盘点《甄嬛传》的那些美食 然后什么梨糕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历史都是有据可查 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在里面的一些美术的道具 比如说古代人我们梳子没有梳子是壁子 大家都是非常讲究的 就是真的是跟古代的是一模一样 还有包括大家在手里的那个暖炉 然后也有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美妆 其实在《甄嬛传》里也有体现 比如说什么远山带啊什么的那种眉型的画法 就我觉得就除了在价值观 比较符合当代人的一些价值观方面 还有的确我们在主创 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 的确是很用心很用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并非识加热的支持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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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